嗨大家好,我是冰某啦 又到了大家最期待的 戰利品開箱單元 這一集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我們這次去首爾過聖誕節所買的戰利品 那回味了兩年終於可以出國 真的是做足了功課 就是要去大買特買一番 可是呢 在這一段時間 我的消費習慣也有更多的改變 就是我發現我在旅行的時候 很容易失心瘋的 買很多回臺灣其實用不太到的東西 例如說 物質不適合 天氣不適合 氣溫好像不適合穿的衣服保養品 那我這一趟就有謹慎的思考 我覺得這一集分享給大家的東西 都是不管你在韓國買的時候 可以馬上用回臺灣 還是可以繼續使用 然後很適合臺灣氣候的 這一次的戰利品開箱 都是我已經 就是已經是回國一段時間 所有的東西我都真的有用過 然後會加上我使用過的心得 來跟大家分享 也可以成為你們自己去韓國 才買的時候一個基準 那因為內容比較豐富 所以依照影片的長度 我會把它設置好不同的時間軸 然後大家可以點選時間軸去挑選 你自己有興趣的部分 最後我也會跟大家分享 如何在韓國消費的時候快速的記賬 然後用最好的微率刷卡的小技巧 首先第一部分呢 我先來分享美妝跟保養品類的 我這一次美妝保養品類買的東西 算是非常的少 而且快很準精簡 所以我在Olivian跟Tricor 就是另外一間韓國現在 也很有名的美妝店 待的時間都不長 以往就會一直在裡面打轉 然後一直在買藥妝品 可是很多東西我發現 最主要是因為韓國的氣候 非常的冷跟乾燥 所以你在那邊的時候 會覺得皮膚特別乾 你很需要很保濕很滋潤的 氣墊或是底妝或是保養品 可是回台灣以後呢 太悶太潮濕了 很多的底妝會突然大脫妝 或是開始悶長痘痘 我就會專攻身體保養類的 跟彩妝品 像口紅眼影眉筆 或是眼線筆 這些都非常的好用 可是底妝類和肌膚的保養品 我就不會選擇開架購買 避免又有以前的狀況重新的出現 這個是膠原萬用保濕棒 然後它在Olivian也是在那個熱賣排行榜裡面 然後因為我在韓覺得說 我真的看太多置入跟女主角就是 有事沒事它就會拿出來在脖子這裡擦一擦 法令紋這裡擦一擦 這個版本是它在Olivian的一個特別版 殼是這種玫瑰金金屬的殼 超級的高級 它這個尺寸啊 你放在包包裡面 就這樣小小的一支 我在韓國每天都有使用它 我覺得它最好用的地方是 它真的很滋潤 然後因為它說它有一個 激州發酵的酵素萃取精油 所以這個精油是 一定要就是特別製作 而且經過二次發酵 非常難提取 導致它很容易停產 我不確定這是真的假的 可是我在使用上 我真的覺得它很好用 我最常用是會把它擦在鼻子這裡 如果有帶妝的話 我會用輕一點的方式 如果沒帶妝就直接塗抹 然後你會覺得真的比較潤 在使用脖子這種乾燥的地方啊 或是髮令紋啊 眼下這種乾燥的地方 都不會讓你覺得太油太黏 可是滋潤效果是非常好的 它的這個版本就是磁鐵的 就磁吸的 所以它這個殼是可以替換 所以它就是這樣吸上去而已 我真的覺得這個設計 真的極致聰明耶 我每天都放在口袋裡 就一定會用到它 我覺得它非常好用 接下來呢 第二個是這個 這個是我的彩妝師 它非常推薦的眼線筆 我最近在看換成戀愛的海恩 她也說她推薦的是 CLEO的眼線筆 那它的眼線筆是我的 彩妝師說她此生用過 最好用 最不會暈染的 所以這是我要買給她的禮物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這個是最值得買的 它也是在Olivian的排行榜上面 榜上有名的 常賣型的眼線筆 另外這個3CE的星辰閃亮眼影呢 也是我的彩妝師推薦 這一支爆好用 我記得是一萬五韓元而已 然後它可以花在下眼線這裡 就是會讓你眼睛下方閃亮亮的 然後如果你想要把它加在睫毛上啊 或是你身體牆哪裡亮晶晶打亮啊 這一支都非常好用 而且它一支應該可以讓你用一輩子 它的膠不會過年 可是非常的持久 也很好卸 然後亮片是高級精緻的亮片 因為我很沈迷於眼下亮晶晶 然後近期你看韓國女團 他們每一個特寫的時候 就是眼下都亮晶晶的 我覺得應該是這支 因為它真的太好用了 從我好幾年前去韓國看到這一款 一直賣到現在 請大家看到一定要買 接下來的彩妝呢 它有是這個 Lillian送給我的唇膏 就是我們在宏大的時候有玩了一集 幫對方買衣服的遊戲 那這一集影片裡面呢 因為我完全沒有帶任何的行李 就是衣服沒帶彩妝品也都沒有帶 就想說全部都去收而買 Lillian當負責我衣服的人 他就是幫我買一支口紅 那這一支口紅是 現在台灣也很有名的 韓國的大理石口紅 它有口紅跟唇釉 那Lillian買給我的是唇釉 而且它尺寸很小 就這樣小小一支 我覺得很好收納 又很好攜帶 完全不佔包包空間 它是一個絲絨的質地 然後我去查 它其實是算蠻用心的品牌 因為它是主打有機 然後唇素 而且它有大理花的萃取 所以大理花萃取 跟它裡面所添加的精油門呢 都會讓你的嘴唇特別的保濕 而且你會覺得很輕薄 這一支我是覺得相對好洩好用 然後暈染程度也非常的好 延染性質地也很棒 在韓國買的價錢也很划算 所以如果大家有去看到 還是很喜歡這系列唇膏的話 我也覺得是可以買的 接下來呢 我買了很多的 牙齒保健的東西 這個是台灣前陣子 也已經很紅的 刮舌胎版 那我買了兩支 就兩個顏色 那這個刮舌胎版呢 它應該是被大家譽為 全世界最好用的刮舌胎版 它都是用矽膠的 而且是寶寶奶嘴用的矽膠 然後它好用的地方是 它是方形很大的嘛 所以你在刮舌胎的時候 你可以從狠舌根刮出來 你都不會覺得想吐 然後它也可以刮得超爆乾淨 重點是呢 它一盒裡面有兩個替換心 所以請大家買的時候 不要把它拿出來就丟掉 它裡面還有一個 藏在最上面這裡 那它們呢 還有出牙膏、漱口水跟牙刷 也都是矽膠的 所以如果你真的特別喜歡 它們家矽膠的質地的話 你就可以把它這樣拆開 然後前面可以換同樣的矽膠牙刷頭 我覺得很方便耶 就是你出國的時候 你就只需要帶一個餅 然後兩個頭 牙刷跟刷舌胎 都可以用同一支搞定 這支也是必買 再來呢 我還買了這個 它們的很多不同的牙膏跟牙刷 這個是韓國品牌的牙刷 然後它們也有出牙膏 然後這個牙膏也是算 韓國滿有名的 它就是所有請專業調香師 去設計的牙膏 然後它的牙膏是一個 很清爽細緻的薄荷味 我當時會買這個是因為 它的這個旅行組 真的是無敵可愛耶 就是包裝的很精緻又華麗 然後它的牙膏就是這種很復古的感覺 然後刷起來的話 牙膏也很細緻 所以我自己是蠻喜歡的 它的牙刷也很好刷 如果你有看到這種很可愛的旅行組的話 也可以一起買起來 我自己出國或是外宿 我全部都會在借牙刷 因為我覺得飯店牙刷 每次刷一刷牙齦都會流血 那這種可以遮起來的款式 真的超好用 除此之外呢 我也買了它家用版的牙刷 它的家用版牙刷是這種 灰灰的莫蘭迪色系 然後呢 它的牙刷刷毛非常的軟 很舒服 而且它是大刷頭 我真的覺得韓國人好會做這種小東西 每一個都非常的細心 再來呢 我也看到旁邊的一支 這個很復古的牙膏品牌 它是一個英國品牌的牙膏 然後這個牙膏的特色就是它是粉紅色的 然後刷起來會有一種麻麻辣辣的感覺 它一直都很堅持 它就是要走這種很復古的旅館包裝 跟粉紅色的配色 我自己覺得超級可愛 我單純是因為包裝可愛才買它的 刷牙是每天會做的事情 我們就很喜歡嘗試不同的牙膏 如果你們有發現什麼好用的牙膏 歡迎跟我分享 再來呢 我還有買一個是這個 每次去都會回購的就是它樹上小屋的磨砂膏 這款磨砂膏其實本來台灣是有的 可是它撤出台灣了 最後一次大特賣還少了超多貨 那在韓國買的話非常的便宜 重點是因為它的磨砂是用糖的 所以你在洗的時候你不會覺得太粗太刮身體 那糖就會很快的溶掉 它的味道也很好聞 如果大家用過Sabon的磨砂膏的話 你會知道Sabon就是真的是細緻又精油又滋潤 那這一款我覺得是Sabon的平體 所以如果你想要找耐用又大碗的磨砂膏 請買樹上小屋真的就是不會錯 接著呢就到了韓國的另一間美妝店 最多人逛就是Olivian跟Tricol 那Tricol是韓國比較類似像Sephora那種 就是會結合專櫃彩妝小眾的品牌 跟他們的質感選物品牌的美妝店 所以跟Olivian逛起來的感覺不同 Olivian逛起來會很像屈臣式康氏美 Tricol逛起來就會比較有選品店的感覺 它選出來的東西你看到就好想買 再來Tricol我的戰利品呢 最開心的就是這個眼影盤 這個眼影盤我們買的時候打了6折還是7折 所以價錢超級好 它原本旁邊有三種不同的九宮格眼影盤 然後這一個眼影盤就是綜合 那三合九宮格的綜合版 我們當時是發現它的眼影粉非常非常的細緻 加上它的亮片這一格啊 超亮超閃 而且很有質感 它打了折之後只要700多塊左右 當然就是苗買啊 而且這一盒的設計啊 是我的盥洗包可以剛好放進去的尺寸 基本上有了它應該是任何場合都絕對OK 還有附一支刷具 然後有超大面鏡子 出國的時候你就可以直接看鏡子化妝 然後用其所有色系 買到我覺得是挖到爆 我同時還買了Tricol自己出的唇膏 他們這支唇膏呢質地非常的滋潤 就是很像潤唇膏的質地 然後顏色也很漂亮 重點是它的價錢超級的便宜 然後它用起來的效果 跟Dior的一個水又光的潤唇膏的感覺超像 包裝也很像 所以我真的那時候買了這支 也是因為我好想要有一支 像護唇膏質地的口紅 然後又很好攜帶的 同時呢 Tricol還有另外一區是小樣專區 就跟Sephora真的很像 它會有一區是全部都給你各個熱門產品 熱門色號的小樣 就是都是專櫃款 它不是要讓你去試試看或試用 我跟你說這個小樣 旅行的時候 還有外宿的時候 爆好用 你可以去買各個你喜歡的這種小樣 放在包包裡 補妝的時候 你就不需要帶著正版的大樣出去 旅行的時候我就是要小小的 所以它自己的小樣專區 它有特別寫一個過夜專區 你可以準備好這些小小的東西 放你的包包裡 如果真的跟另一半去過夜的時候 隔天還是可以打扮得美美的 所以我就剛好看到NARS的這個腮紅 然後價錢也超級便宜 我就買了一個它的腮紅小樣 這樣子我出國的時候 或是我出去旅行的時候 就可以放在我的盥洗包裡 而且以我的經驗 這種小樣其實還是可以用很久 因為你不是每天有 所以通常都是可以用個一兩年兩三年 甚至更久的 我覺得這樣算起來真的很划算 如果你喜歡的東西在小樣專區有的話 請拜託趕快買起來 因為台灣真的很難找到這種小樣 你只能從蝦皮或是什麼 呃...代購上面去買 你也不知道它是不是正貨啊 所以我覺得去這裡挖小樣的寶真的很讚 接著呢 我還有買的是這個 每次去也必存貨的面膜 那這一間的面膜呢 真的是我用過我覺得爆好用 又超級便宜的 它的面膜一片台幣才18塊 真的是每天敷都可以不心疼的 那它最經典的是這個 風焦水光面膜 那它這一次啊 可能是因為盜版太多了 它居然有附一個 檢驗是不是正品的東西 然後它的意思就是你把它放上去 如果是正貨它就會出現條紋 就是讓你檢驗 不要買到盜版 我這次呢 遇到它買三送一的活動 這個是燕窩補水的 然後這個是經典的 風焦水光面膜 我還選了一個 另外一種就是比較軟的 很像QQ的果凍質地 上下分開的 一樣也是風焦面膜 它算是高保濕的版本 還有這個是珍珠的面膜 那我覺得最有趣的是珍珠 這個它是有三步驟 它第一步驟是有精華液 接下來你就敷面膜 最後就敷眼霜 這一款我覺得很適合在乾冷的國家 或是你出國的時候晚上真的冷到爆炸 會吹冷氣會吹暖氣的話 用它的急救爆好用 而且你就連保濕的前導的那些化妝水啊 然後乳液都不用帶你就用它就好 那我這一次這四個 我敷過我都覺得真的是很讚 韓國面膜真的無敵便宜好棒 這兩間店我都覺得很好逛 如果你們有看到的話 一定要進去逛一逛 接著呢這幾個 是我在韓國路上看到的可愛小東西 尤其你在逛延南洞的時候 真的會發現很多很融化的可愛垃圾 這個就是我這一趟買 我自己好喜歡喔 它是韓國手工做的菜瓜布 可是這菜瓜布真的太Q了 你看它是甜甜圈的熊熊的 然後還有吐司 我還買一個鯛魚燒 雖然它的價格不算便宜 可是就是有別於它是韓國製 有手工的 造型又這麼可愛 我真的覺得洗東西的時候會特別療癒吧 那我就買了四個 它還有白菜款 就是一個白菜 然後一片一片一片 每個葉子都是當一個菜瓜布使用 一個好像390塊台幣 我自己覺得超級可愛融化 如果你們是喜歡這種小東西的話 真的很可以逛 接著呢我還有在某一天買咖啡的時候 看到了這一個 我覺得韓國人在過節氣氛營造上面 非常的用心 像我們就很常看到他們聖誕節 還有吃飯的時候 幫同桌朋友慶生他們的蛋糕 都買得好可愛 所以他們的這種慶祝蛋糕的蠟燭 還有上面的裝飾啊 真的都很華麗 我就剛好看到這個很宮廷風 公主感的慶生蠟燭 我就買了兩個 因為我記得它價錢超便宜 可是我忘記多少錢了 反正就是幾十塊錢而已 我就想說今年的生日我要自己來擺 接著呢這個是我要送給冰淇淋賣女兒的一個 耳罩然後他很喜歡美樂蒂 然後最近在宏大陸上 不然為什麼他們的三粒又紅到爆炸 他這樣戴起來之後啊 他的耳朵是會動的 就是會這樣動 超級可愛 所以這個是要送給姊姊的禮物 真的太可愛了吧 再來就是保暖小物們 那這次的保暖小物呢 有一些是我在Supone買的 Supone就是他們算很大間平價鞋子的專賣店 他會有賣很多鞋子 然後也會有帽子啊 包包啊 其他配件相關的東西 其中我買了這個手套我覺得很好用 因為韓國最近超紅這種手套或是袖套 是為什麼呢 因為你如果這樣套起來之後啊 你就可以滑手機 你也可以拿咖啡 你也可以做任何事情 就是這樣套起來就很像是一個袖口 所以不會覺得好像是手套這樣稠稠的 很多人一定會想說 我可以用可以滑手機的手套 但你有時候就是沒有真的手指很麻煩 所以這樣子你還是可以套起來做事 然後我一樣也是第二天買完以後呢 我就每天都會帶著它 我覺得超級方便 價錢也是很不錯 然後質感也蠻好的 同樣的呢 我也在Supone買了這個很可愛的圍巾 它就是很毛很軟 然後我覺得這個圍巾好的地方是 因為你直接把它這樣子圍進去就好 然後我很不喜歡圍巾 很大條會掉很多毛絮 或者是有些圍巾 因為你就是脖子包起來 可是其實並不保暖 可是這一條呢 它的毛毛很舒服 然後這樣套起來之後就是像一個小領子一樣 就不會太阻礙你的穿搭 價錢也不會到很貴 所以我也覺得這是個還蠻可以買的單品 再來我滿桌這個白滿的 就是我到了最近韓國最紅 就最好逛很多小眾品牌 設計師店的漢南洞區 我這次就是火力全開 想要買漢南洞的設計師品牌 它其實從2020左右開始就已經紅翻天 那關於漢南洞的逛街呢 我有特別做一集影片 想要帶大家實際去逛 我也會告訴大家 價位啊 每一間店 我覺得好買的它的特色 所以你們可以看這一集影片 這集我就純粹分享戰力品 首先呢是第一個 這個是韓國最近也非常紅的香氛品牌NUNFASHION 這個牌子它的特色就是呢 它有很多不同比較偏木質調的香氣 它的支線有分 護手霜 護手乳 洗手乳 布浴乳 乳液 就是這幾種 然後蠟燭擴香 但它的味道呢就是在你一進店裡的時候 你就會看到前面可能擺五到八個味道 這些味道同時就會有全部以上的這些所有產品 所以你可以先選喜歡的味道 再選你要買什麼東西 雖然網路上大家都說它的護手乳是最值得買 可是我們自己算過以後發現它的護手乳價格算中上 我個人算下來覺得它的沐浴乳是非常非常值得入手的原因 是因為沐浴乳是你每天都會用 而且你是全家一起用 聞到它的這個香味你會有一種 就是洗去一天的疲憊 或是早上洗澡就會有一天重新開始的感覺 那我選的這個香味叫In the shower 這個是Lillian挑給我的 它就是跟我說 這個香味裡面的東西 就是有Campari 然後有苦澄 跟那個Naganorni調酒的味道很像 所以它是一個帶有木質調 男女都可以用真的很舒服的味道 然後它包裝也超級的好看 就是會長這樣 然後如果你買完以後 它除了給你袋子以外呢 你還可以挑選一些卡片啊 禮品包裝啊 還有很多小東西都超好買 第二個呢 就是一樣 是我在漢南洞的路上挖到的寶 是一支墨鏡 我真的覺得我超幸運 這支墨鏡好好看 它是很韓版會出的墨鏡 然後它的鏡框很有特色 就是它的菱角很特別 就是我平常不會特別去買的墨鏡 可是我這次看到之後 我就覺得太好看了 它是一個首爾的設計師品牌 剛才是最後一支 加上我買的時候 它的鏡片啊 比較特別 所以它在裝鏡片的時候呢 就是不小心的 有一點點的污損 就是刮到了 所以他們後來就跟我說 有刮痕的關係 可以給我打五折 還不買嗎 不然就是馬上說我要買 這件眼鏡的介紹呢 請看我和南洞的影片 因為它真的也是蠻厲害的 我有特別的想要介紹給大家 請大家去買爆 我覺得它比Gentle Monster還要強 而且它的盒子包裝也都非常的細緻 還有這個小麻布袋 就這樣可以裝起來 真的超級可愛 所以你平常如果要帶墨鏡出去 你就拿這個小袋子裝著就好 接著呢 最近韓國也很紅很紅紅到翻掉的牌子 就是這個可愛的小橱橘 那這個小橱橘呢 它是一個法文 它其實就是星期二星期三的意思 但是因為我不是讀法文的 所以我真的是不會念 那它的特色就是 它所有的衣服上面都有可愛的小橱橘 然後超多人會去買它的棉梯 還有它的針織衫 就是我自己覺得它的價位算中高 就是一件衣服大概兩到四千塊左右 那它有出衣服包包飾品鞋子都真的很好看 韓國也非常多女明星都穿他們家的衣服 但是我這次挖到的寶是一雙它很可愛的雪靴 它上面是有點像羽絨衣的感覺 又有這個綁帶真的超級Q 重點是我買完以後發現它的鞋裡總共是Rockfish 就是你在漢南東電往下逛 還有另外一間英國品牌的雪靴店 被大家說是UGG的平替 然後我在想會不會是他們聯名 因為這個牌子應該不會做鞋子 所以有可能是它的聯名款 所以它的雪靴應該是Rockfish的雪靴 然後是你結合他們家小橱橘的這個logo跟這個設計 然後我那時候買這雙鞋的時候 然後還有再打九折 所以價錢超划算 然後又剛好有我的size 所以我就賺到了 這個應該是接下來我要去滑雪的時候可以穿的鞋子 講到了鞋子之後呢 我們就來講講襪子 這一間MSMR的襪子店 從2020年就開始非常的紅 它紅的原因是為什麼呢 進去逛襪子的時候呢 它會先請你喝飲料 還會招待你吃草莓 就是很尊榮的享受 重點是它襪子也不貴 一雙大概就是三四百塊 我自己買了三雙襪子 所以每一雙你都可以自己選想要的盒子 想要的袋子 想要的貼紙 它就會幫你包裝成像這個樣子 很可愛 那我會在他們家就是失心瘋的原因是因為我覺得他們家襪子的造型都很有特色 可是我其實去查過 它好像從2020開始到現在襪子的款式都沒有什麼出新的 它襪子就是那一些款式 只是因為它的款都很特別 像這一款是後面有一個標籤 我覺得穿靴子露出來這個小標籤真的很可愛 因為我發現它的標籤上啊 有一些是寒棉花成分很高的 有一些是尼龍成分高的 會建議大家可以選寒棉成分高 或是羊毛成分高的襪子 比較透氣 然後質感也比較好 像我自己這個都是有穿過的 我覺得它這樣襪子非常的厚實 很保暖 然後你也不會特別覺得腳汗悶在裡面很不通風 以它這樣一雙300多塊的價錢加上服務 還有這整個消費的體驗我覺得完全不貴 它也有很多像這種暈染的襪子 就是你完全找不到這種風格的襪子 它真的太好看了 我還買了可以騎腳踏車啊 然後運動的時候穿都很好看的襪子 那它家的襪子沒有分尺寸 所以男生女生都可以穿彈性也都非常好 我就覺得欸 我買一雙襪子 然後兩個人都可以穿 真的很划算 再來呢 我還去了一間在漢南洞 也是非常多人推薦一定要逛的帽子店 就是Awesome Knee 那這一間帽子店啊 它也是非常多韓國女星去戴的帽子 他們家帽子我試戴過之後 我覺得非常值得買 首先它是正韓貨 韓國製加上手工製以外 它的版型非常的好 它的款式也都很特別 像我買的這盒暈染粉紅的毛毛帽 就是它戴起來就特別的好看 那雖然它的帽子價格大概是一兩千塊左右 可是我覺得以它的質感跟它的造型 還有其他地方真的買不到的這些優勢來說 這間帽子店非常值得逛 我還買了另一頂的飛行帽 它可以這樣子當棒球帽帶 然後可以這樣綁起來 也可以把它綁到你的頭上 然後把它折起來 就是有很多不同的戴法 這頂我也非常的喜歡 然後質感也非常好 同時我還買了另外一頂帽子 送給Lucy當她的生日禮物 那那頂的話也是很熱門的 一個毛茸茸的粉紅帽子 Lucy自己戴過之後也發現 就是它的帽子版型真的很修飾臉 絕對要去逛 大家請把預算留在那裡 最後呢 我在漢南洞回程 要走回我們的住宿點的時候呢 又去了他們路上的另一間買手店 然後我在那間店買了韓國的一個登山品牌的登山褲 然後這個登山品牌 就是在韓國 它也是算做比較休閒都市很時髦的登山用品 以登山用品來說 它真的算做得非常的時髦好看 就是你很日常也可以穿搭 那這件褲子呢 在台灣買起來的價差大概差了一千多塊 我自己覺得質感很好 然後就是也是一個撿到寶 那剛好這間買手店它也很常打折 所以大家如果有去的話 就是很可以去這間買手店逛逛 最後一個就是我在機場的時候 仁川機場的二行居然有國家地理的櫃 它就在我們要登機的登機口旁邊而已 加上經常免稅店可能剛好有活動又打了八八折 所以真的是划算到不行 它的櫃不大 但東西很多都很好買 每一款都超好看 首先我先買的是這個柏維 然後它的質感也非常的好 它是雙面的 天冷的時候或是男生啊 去雪地啊 露營的時候都非常好用 另外呢我還買了一個男版的羽絨外套 那這個羽絨外套也超級的好看 而且它是蠻高比例的寒溶量 是百分之八十的 所以它這一款的溫暖程度很高 重點是國家店裡他們的強調 就是他們是用很友善的方式去取得這些羽絨 所以是不傷害這些動物 很友善的循環 他們是這樣強調啦 這一件呢 它除了造型真的很好看以外呢 也非常的輕薄 那它就沒有Gortex 也沒有什麼到防水 它可能就簡單的防潑水而已 這個Logo我覺得韓國他們真的非常的會做 它是韓國的公司把這個IP買下來 然後把它做成服裝品牌的支線 所以我覺得韓國人在包裝衣服這一塊 它真的是太強了 就是那個Logo放上去就好想賣 你在街上都會看到超級多韓國人都穿他們家的長版羽絨衣 在台灣比呢 很多的價錢代購都賣到大概兩倍以上 同時我還買了一件帽T 它的磅數非常高 所以很挺 很暖 那因為這個尺寸我覺得男生女生都可以穿 所以其實這兩件就是我們家兩個人都可以共穿的服裝 以上就是這次我在收了買的戰利品們 那最後來一個小總結 因為韓國現在很多美妝店或是品牌店 只要是連鎖比較大型的 他們都可以現場退稅 所以你在逛街的時候可以注意一下門口有沒有Taxfree的貼紙 那如果可以現場退稅的話呢 只要出示護照 它馬上就可以把稅金從你的購物金額內扣除 你就不需要再去機場或是市區退稅了 那有關於退稅的資訊呢 我有寫一篇文章也放在底下的描述欄 大家可以先去看一下 如果你可以在市區先退好稅或是辦理好退稅 這樣你就不需要再跑去機場跑一次手續 如果你在市區退稅的話 它是退韓幣給你馬上就可以花掉 但是如果你到了機場它再退韓幣給你 你可能也不知道能買什麼東西 除非你下次還是會重新再回去韓國玩 所以我覺得可以在市區先退好稅是很方便的一件事情 然後要注意喔在機場退稅的時候不要選擇退美金 因為會差會比較不好 再來就是呢現在韓國很多的店家都不能再收現金了 就是他們很多都會執行電子支付或者是可以刷卡 我有寫過一篇信用卡的攻略文章 一樣放在底下的描述欄 大家可以選擇高於1.5%不管是點數或現金回饋的信用卡 因為跨國的刷卡手續費就是1.5% 只要超過1.5你就是賺到了 那我自己的方法呢我會選擇一張平常不會使用的信用卡 且超過1.5%回饋的卡 當作我旅行專用信用卡 那如果你用那張信用卡刷整趟的旅行 等於說你回去只要看這個月的賬單 他就自動幫你記帳了 所以你整趟的花費都不用特別去計算 你也可以很清楚的知道每一筆消費大概花多少錢 所以我呢就會傾向於換固定金額的韓幣現金 其他全部都用刷卡 只要能刷卡的地方除了宏大這種小店 有點像是你去逛夜市的感覺 他可能刷卡會需要一個手續費 那他其實是韓國的店家要給銀行的手續費 跟你在台灣刷卡會多1-3%是一樣的 其他的店家刷卡只會收跨國手續費 比較重要的事情是 如果那個刷卡面板上問你要刷韓幣還是台幣 請選韓幣 如果你選台幣 他會幫你用4%的匯率轉換去換算成台幣的結算金額 等於你會被收5.5%的手續費這樣超級不划算 只要你是用韓元結帳 基本上都是算蠻好的匯率價格 因為你已經選擇回饋比較高的信用卡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比較聰明的方法 那以上就是這一趟的韓國購物分享 其實我們已經約好 這韓國真的太好 買衣服太便宜 質量也超級好 現在可以出國之後呢 我們就打算每一季都可以去韓國採買一次 所以如果大家有喜歡的東西 有興趣的東西 想要我去幫你們考察 或想跟我分享的話 都歡迎在底下留言 我可以把資料整理起來 下一次就是去考察回來跟大家分享 下次見啦 掰掰